民国时期才子佳人旧照 追溯往昔 见证传奇的爱情故事 1927年 梁思成和林慧音 在宾大校园里的罕见和影 郎才女貌 十分般配 林慧音是才情与美貌并存的女子 胡适称她为中国第一财女 1924年5月8日 为了庆祝泰哥尔58岁生日 将学生抬演诗剧《齐德拉》 林慧音饰演马尼土王的女儿 齐德拉公主 令人惊艳 陆小曼 民国有名的女作家 画家 23岁和诗人徐志摩结婚 陆小曼美艳动人 气质典展 当时上海有唐英 北京有陆小曼 在民怨界被圣誉为南唐北路 而且陆小曼也是一代才女 刘海素这样评价说 陆小曼的旧师清新俏底 文章运界宛约 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 徐志摩和陆小曼罕见何也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 经常和彭业王庚相聚 当时陆小曼是王庚的妻子 徐志摩对家人一线倾心 两人当时是在北京交际场相识 相爱 孟小冬 民国时期真正的绝代家人 早年京剧优秀的女老生 人称东方 孟小冬一生有两次婚姻 第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 后来两人各自贴阳 第二位是旧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生 成为其第五个一太太 定居香港的杜月生 和孟小冬罕见何也 杜月生晚年的时候 一身疾病只能整天躺在病床上 孟小冬进入度假后 承担起照顾杜月生的重担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